到coins 速租租不管是店面還是住屋 台北市街頭瞭大招租字樣 不陌生 但這租金價格漲漲漲 讓蜇牛一族壓力好大 租金的支出 大概都是收入的 將近要三分之一吧 甚至超過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今年三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租金的支出 指數為一百零二點四一 創下連續五十一個月上漲紀錄 台北市去年每平月租金一千四百一十四元 近五年來更是上漲了百分之五點一 新北市則是七百二十八元 近五年漲幅高達百分之九 這邊要打拚的話 就房租的話是一個負擔 去新北市 然後租的價錢可能一樣 可是就是可以租比較大的房子 雙親家庭也很辛苦 根據房屋比價王統計 台北市整層住宅 平均每平租金一千四百九十一元 一般家庭如果租個三十坪 月租負擔就要降近四萬五 民眾還是會移租代買 來做的這樣子的一個居住考量 那因此這個台北市的 它這個租房子的需求是滿大的 租金就一路的往上漲 在東區上弄轉角 忙著開攤準備的吳小姐 來台北打拚十多年 過去也成是蝸牛一族 它就是受到漲租影響的最好案例 台北市的那個租金越來越高 所以我現在就是回妹妹來點出這樣子 一年比一年都一直升高的趨勢這樣 營單不足買房難 但租金行情卻也下不來 想在天榮國討生活 民眾萬壇壓力真的很大 三立行人從五六文 太飽了